這個球是 插棒被捕球 打成了遭到的三勝 今球評這麼一提醒 確實今天湯瑪斯 接下來一個球跟一個球之間隔非常久 雖然是這個時候 輸八分的情況之下讓他上來 比較沒有道理 但是休息那麼久 上來投幾個也是正確 沒錯 基本上你當一個投手要很清楚 用球數也不能太多 他中間有四場都沒有出來過 但是 對 有三場沒有出來過 太久沒出來插了 因為現在插了也插一插 這也是教練團的一個 有用意 現在打擊的是徐玉成 他這樣子給打斷掉 所以從上週我跟這些牛隊的走達者 稍微談一下得到的結論就是 環境會讓人進行 所以想一想也要感謝以前修理過他們的這些走投手 沒有這些人可能突然來了一個 一樣被電得殘殘殘殘 對 那就有這些讓他們覺得很痛苦很痛苦很苦惱 所以我在上週的轉播也提到某種程度回頭來看 目前的這三隊也要謝謝統一師隊這麼強悍 謝謝連田佑在那麼強悍 想辦法壓過去就對了 比賽才會好看 我進步也在這裡看得到了 過去中華職棒看到十數一百五十的 要怎麼打得到 現在不是啊還是照打 這表示在攻擊方面 整個技術層面在提升 對 球數現在是兩號球一換一球 這球達成了一個界外 這也要這個 台灣的這個金元教父張宗某也有講過 一個人表現的水準通常是競爭者決定 就是你所處的環境競爭強度高 你的實力啊你的表現是會提升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有很強悍的球隊 有很強悍的 不管是外籍選手 或者是本土選手 其實從正面來看 不見得 大家上半季到目前 不知道楊教榮有沒有觀察到 球迷啊媒體還蠻悲觀的 會覺得好像三隊啊跟統一落差很大 事實上換一個角度想 也迎頭趕上就對了 沒有悲觀的條件 對啦其實也沒有悲觀的條件 對你就正面再去看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已經 已經呈現在你面前 再去彈這個悲觀 不需要 有打者 這個球是被三振 連續兩個滑球 效果還蠻不錯 被打了以色列安打之後呢 那麼試試 突然展覺到有那種 用上來救火的那種味道又出來 連續三振兩位打者 那接下來打者呢 原本應該輪到林應泉 現在也做了更換 現在有背號36號的蘇建榮 上場來打擊 蘇建榮本季到目前為止也是 三成一以上的一個打擊率 但是去處理一下 那邊打擊率 到現在打擊率 到現在出了一個打擊率 好球 好球 這球 比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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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朝著中外語的方向 每一個動作比到中外語 莫非那是他最理想的一個要擠出的方位嗎 對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啦 現在是兩好球一壞球 就是這個動作 球球壓得很低 球數現在形成了兩好球兩壞球 場上投球的湯瑪士呢 輸了他第一場 登板當時對紐隊後援掉了兩分 接下來的五場的出賽都沒有丟掉分數 上週呢 出賽的場次比較少 輝棒落空 一到二兩安打之後幾下連3K啊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9比1 還是紐隊的迎接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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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嗠